百貨量販業者推出的新春福袋 今年也是吸引了大批民眾來搶購 出動武龍武師迎新春 連鎖百貨業者在初一開張前 敲鑼打鼓搶個好彩頭 而不只是店家新春要搶好運 還有超級鐵粉 每年排隊就是要搶投箱買福袋 昨天百貨公司其實重要的機率比較高 因為它的那個基數比較小 今年因為疫情還是在 我們要很謹慎 所以我們今年福袋 第一個我們有線上預購的福袋 很多人在網路上已經有預購福袋的 第二個我們做的福袋 我們做人流的分流 所以過去我們是三天很集中 這次我們把它分為五天 排隊人龍超過五百公尺 因為福袋內容真的非常吸睛 由下午茶業者就與卡通明星聯名 推出商品福袋 不過今年因為疫情 不少業者都將春節的福袋排隊取消 改為線上抽獎 其實在今年過年有不少業者都推出 像這樣子的一個新陳福袋 我們要上開箱來給你們看 像這樣的福袋裡面有什麼呢 有這個 是一個托特包 非常好備 非常實用 接下來還有什麼 還有 斜尖包 以及一個是這樣子的一個 小小的可以掛在腰帶上 非常方便攜帶的一個小袋子 那麼其實今年像這樣子的一個商品 每一層樓都有各種不一樣的主題 那民眾也可以拿像這樣子的一個商品之後 來到我們的這個百貨公司裡頭進行抽獎 這邊就有機會可以抽到 直南宮的一個大經濟 但我們一早也吸引到相當多的民眾 來到這邊購買 另外不只是百貨業者 還有量販店買福袋抽電動車 一早同樣吸引許多粉絲排隊 業者表示有民眾從除夕晚上十二點 就來到門市排隊 限量一千兩百組的福袋商品 不到三十分鐘就全部賣光光 陣著處一走圈 也要試試手氣搶個好彩頭 華日新聞 萬山林志全 SNG小組 台北報導